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又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好天气 希望你们在今天能够平平安安快快乐乐的 平安和快乐是最大的福气啊 你看了没有我室里不好弄这么大的字 这次用这个派的 新闻摘要新闻摘要 我花了两个多小时看的这个给你们看看啊 昨天有一个 我认为他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二十岁 小兄弟给我留言说了很多 其实我昨天特别忙 我其实根本没有时间回答你的东西 然后我也在写东西 那么我还是想 因为我看到你没有骂人 我觉得你应该不是五毛 我还是愿意很认真的跟你探讨一下 那么就是你说 国内有很多五个亿人吃不上饭 我不知道啊 我这差不多二十年 我对中国的事情不完不完也不知道了 也就是这半年我才开始关注一些自媒体 国内一些在海外的人的自媒体啊 那么 他跟香港游行没有半毛钱关系 香港游不游行 他们不照样都吃不上饭吗 是不是 这是第一 第二一个呢 香港那个什么 那么一百三十六条那个法律 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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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由说 那个 遣返那些 政治犯 那些 就是贪污腐败的那些 杀人放火贩毒的那样的人 他的确实是这样 但是呢 铜锣湾那个事件以后 全球人都知道 这是互联网时代 全球人知道呢 就是他只是一个出书的 一个卖书的一个书店 那他很多有一些书的内容 大家都知道写小说是有点虚构的 有点虚构 有点添油加醋 其实这很正常 不是情节用词什么的 他跟咱们平时说话不一样 那么他泄露了一些 领导人的个人隐私的事情 他可能也是为了赚去卖点吧 也许没有他说的那么夸张 但是呢 这些人是香港人 香港人不是吃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 他是一个特殊身份的人 就像我们海外华球 也是特殊身份 第二一个 这有几个人 他是那个 我记得那个 那个书店 那个店主老板 他是英国国籍的人 你知道吗 就被跨境抓捕了 而且一下子就消失了 你知道吗 还写了个假email 说一切都好 这个手法已经太小儿科了 都知道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 这些海外的 特别是华人媒体 自媒体啊 他们都会发声的 他们都会发声的 他盖不住 他盖不住 他再怎么狡辩 因为 你越狡辩越模越黑 就是说 大家意识到了 这样一个问题 大家也看到 沦陷去的人的 整个的精神状况 心理状况 完全都是不正常的 这就是那个 错误的环境 和体制 给他们造成的 这样子的 所以走到那 都不着人待见 其实 好多人还是很好的 你知道吗 不过一部分人 的确很坏 毕竟那是一个 没有信仰的国度 有日坏的人 很正常 很邪恶 很正常 你知道没有底线 所以大家看到这一点 不希望下一次 他再以这个法律 为借口 说那个杀人 那个跑回香港 跑回香港 他可以去判 对不对 人家也没跑到其他 他又回香港了 你也知道了 你去判 这是一个很好的借口 然后呢 他可以举一反三 可以可以 延伸很多很多 随便说一个什么 就可以抓你 让全世界的华人 甚至是华侨 都在恐慌之中 这是全世界公认的 西方白人也这么认的 所以你有看到 记者在采访的时候 那个警察说 你在采访 我打你 他说 你打呀 你来呀 你来呀 然后说 这里不是沦选区 这是香港 洋人都说 这个白人 这不是沦选区 沦选区 香港 掩耳盗铃知道吗 掩耳盗铃这个意思 知道吗 不是你捂住人 跟贼人 你就不知道 这还转呢 你知道吗 除非你给他 打爆了头 现在 在香港这个游行 他们意识到了这一点 香港的是 五十年执政 五十年 现在那有二十年吗 那有吗 现在其实 这已经全部都 都什么媒体的 什么全部都渗透了 都是他们 内地的人 不是香港人 不是港人治港 谁会相信一个 没有诚信的人 说的话 谁会 所以说八九六四的时候 不是他们也没有说 去过后 去后算账抓他们吗 不是最后 把他们搞得也很惨吗 是不是 那每年都报道 你不想看 都看他在海外 天安门母亲 不是也是很惨 一直都 他的一生 都他的孩子 付出的 这个这个 为自由付出的 他母亲 为此付出一生 是不是 大家都看到 都看到 这些东西 都是公开的了 我以前的视频说过 金三胖 全决他的姨父 没有人在身边 你也不在身边 我也不在身边 为什么大家都知道 卫星可以拍到的 现在的卫星都可以 无人机都可以拍到 有一个人 有一个人发出这个信息来 全世界人都知道 这是互联网时代 知道吗 所以呢 你说我在国外过得好 我才那个 其实我告诉你 最爱国的人 就是海外的 在海外的华侨 最爱国的人 因为我们生活在国外 我们知道 不爱都不行 但是我们要理智 我们要用我们的方式 不是因为我们爱 我们就说你好不好 我们都说好 不是这样子的 正因为你 你发现问题 你要告诉他 但是现在是 你告诉他的时候 你可能会避养伤害和摧残 甚至跟你没关系的 其他国外也都给受到摧残 人家一堆形看 全世界人都知道这个事 川普为什么跨境抓捕 这个孟晚舟 那就是打脸 你不是喜欢跨境抓捕 我也学你 我也抓 看见还说什么 你知道吗 看见还说什么 你还敢动海外华侨 人家常常在海外居住的人 永久居住那种 人家都已经是当地的 这个这个这个 当地和另一个国家 住哪国家就哪国家的人 你还敢碰人家 你知道吗 很社会似的 你怎么能一得福人 人家怎么能不反抗 有这个机会当然反抗了 香港和台湾 是唯一一方 中华儿女的净土 你知道吗 我们看得很清楚 我们在西方国家 生活了这么多年 我们很清楚 你知道吗 美国政府花了 那么多的时间和人 帮助了多少 受苦受难的中国人 跑到美国去 像陈光诚这样的 一个瞎子 一个农村人 他能干什么到美国去 不是美国人的负担吗 人家还帮他 你知道吗 他能感受到人权 他可以比较 他在自己 在祖国是用什么样的待遇 他到美国什么样的待遇 他可以比较呀 你知道吗 不需要说事实 就可以说话了 所以小兄弟 你说的那些 说是因为说了 就像那个癌症患者一样 你给他吃药 你给他开刀 是为了活得更长 不是要杀死他 知道吗 你被洗脑洗得太可怜了 我只能觉得你很可怜 可悲 你知道吗 但是我并没有觉得你可恨 我觉得你挺可怜的 你看看 那个香港的游行 他给全世界华人长脸 全世界的人都站在他这边 他们游行的时候没有打砸墙 没有烧火 没有烧轮胎 他们是文明的游行 在不触犯香港法律的 但是你掉头就跟八九六四一样 你把他常常暴动反个命 有什么那个这个 秋后算账 你看他们普通话说不好 都不要 不要秋后算账 人家都知道 人家都知道 知道吗 所以我们都在看 每天都在看 人家替你们争取的 你不做什么 没关系 你不能去指责骂别人 香港五百万人 警察和医生不能离开吧 医生要救治伤人 病人需要他们 警察不能离开 他们是国家公务员 维护社会安定 老弱病残 小孩不能出来 剩下那些健康的全出来了 我听说残疾人都推了 轮椅出来了 这两百万 就是很健康 可以一直城市在外边 都出来了 几乎都出来了 这惹起民费来了 你能把这两百万 都抓到监狱去吗 跨境抓捕 抓到监狱去吗 能吗 所以说 不要拉不吃出来 愿毛坑 找自己的原因 你知道吗 你被错误的洗脑 那是你的问题 你接受那些错误的东西 那是你的问题 我们是生活在西方 很多年的华侨 我们接受西方的文化和教育 我们可以比较 我们知道什么样的好 我们曾经在自己的祖国 是什么样的待遇 我们来这儿是什么样的待遇 知道吗 我们可以比较 我接待的来 从大陆来的 中国大陆来的 无论是年轻人 只要是所有来的 我在教会接待他们 没有一个人说好 都像从地狱逃出来一样 那样逃 没有说任何那个地方 有一点点好 出来都想不回去了 全是恨 全是恨 我相信他们说的都是真的 作为我们这个不接触的人 我们怎么想呢 为什么来一个来一个人 都这么说 我们头都大了 我们说 我们改变不了这些 我们只要做好自己 为他们祷告 求上帝给他们智慧 管理那个国家 让人民过上正常 健康幸福的生活 我们作为基督徒 能说什么 我们不愿意说太多的政治 知道吗 其实我们心里不知道吗 谁不知道 地球人都知道 所以呢 你说别人给我钱 我现在告诉你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 我是一个非常有正义感的人 这个正义感不是谁教我的 不是学谁的 你知道吗 是我内心骨子里边血液 我有一股正气 所以我也想说出来 还有一个 我在海外这么多年 没接触华人 我最近接触了中国留学生 租我的房子 他们没有契约精神 他们没有契约精神 跑了就罢了 他看我看价很低 他租一年 然后一个月的 两月三月跑了 一包一包跑了 然后我写信给 这个这边的华人大使馆 他们不回复我 我写信给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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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包管管管理华强的 那个 这个 这个统战部 他们也不回复我 我给他讲这个严重性 叫他们管管 应该用智慧管管他们 你知道吗 然后都没有人回复我 所以我恨这些王八蛋 不干正事 你知道吗 然后这些留学生 不但是不给我钱 还来诽谤我 还来恶心我 还把我带到法庭去 他们就是那个体制的索引 所以这次 我非常非常的愤怒 我也要说 其实我什么都知道 我的见识 我的阅历 我的家庭背景 我知道的更随多 我今天要告诉你 我就是中南海的家属 我知道比谁都多 我知道的比谁都多 郭文贵说那些 好多都是真实的 只是我没说而已 为什么出国这么多年 我十年我都不会去 接触任何跟中国有关系的 我心里没有爱了 全是恨 为什么不回去 我在超市一看到 没人拆打 我直接丢掉 我根本不买 我就不买 我有这个权利选择 我买谁的东西 你知道吗 所以呢 我没有拿任何人一分的钱 就是因为这个我要说 因为我发现 如果再不说的话 他们越作恶越多 培养出这么一些魔鬼的 撒向全世界 影响影响我们 必须说 就了为他们好才说 我就是那医生 给他把毒瘤砍掉 所有这些说正义话的人 都是医生 给他把毒瘤砍掉 知道了吗 小兄弟 没有人给我一分钱 你看我那人订阅量 才多几个人 没有 我也不会拿这种钱 不给我钱 我一样说 我给你们分享一个信息 所以说 我再说到这个份 你再明文明白 那就是 我就不能负彻底的责任了 所以我觉得 台湾和香港 是我们亚洲人的骄傲 太长脸了 就像郭文贵说的 我们都做不好的时候 人家认为我们这个人中有问题 人中有问题 我们走到哪里 你看我们这张脸 人家都不待见 你没在国外生活过 你不知道 这个我在推特上看到一个人 他写了 他说 我有一个朋友 旅行美食博主 这几天正在香港 他每天打卡各种网红餐厅 在星级酒店里喝下午茶 拍香港绚丽的夜景 哪怕在这几天的香港 他依然生活的岁月静好 人可以选择性 失明到 哪种程度 你是想象不到的 所以不要责怪那些强烈的人 无动于衷 即使出了墙 他依然可以无动于衷 这就是我说 不允许你们发生 这是一个很好的借口 知道吗 很好的借口 所以说 可以做缩头乌龟 人家打下的天下 你可以享受 但是人家在打的时候 你还可以在这废话 还可以说风凉话 所以这种人不值得 好的 其实我有的时候觉得真的应该 把那个轮向去给他留着 不要想想着去推翻那个政府 就让那个政府留着去折磨那些 那些还享受着独裁的人 知道吗 就这样的 你们想民主 就到民主国家来 知道吗 还太多的人不值得好歹 不值得这么去做 知道吗 我在分享网友的话 港人为自己的权益 自由而抗争 反23条 反国教 散运动 都是忍无可忍 退无可退 香港700多万人 也是扣除港股 港肩 港珠 有学性的港人 顶多也是两三百万 你知道吗 但是中共有8000万人 中国拥护共产党的 少说有10亿人 以乱几时吗 再分享一个 湖南数百储户 围在工商银行门前维权 条幅上写着 工商银行靠不住 储户存款不见了 这个 这些 利税 害国 还有啥 是不骗人的吗 所以 钱丢了 存在银行丢了 丢了怎么 就活该吧 这里还有一个 看来 这个女孩 你看多漂亮 这个眉眉的腿 被城管 一钱打死了 打死了以后 打死了以后呢 直接那个 可能是他爹直接用个塑料袋子拉过来 黄塑料袋子 下面躺着半截 上面很长 一个一下子给他把脸盖住 你看这女孩多漂亮 一拳给打死了 他爹都那的发 懵懵逼了 都没眼泪了 直接就给他 直接就给他盖起来了 那个城管那 拿着相机在那拍 你有看到吗 你喜欢生活在这样的环境吗 你喜欢你的孩子 生活在这样的环境吗 你怎么知道 那下一次不是你啊 这就是人们为什么 发出声音来 知道吗 全世界移民最多的国家 是中国人 为什么 跟你分享这个啊 这有个视频 不过你们听不到 我听到这个视频 为什么要封杀微信 因为你恐惧 为什么恐惧 因为你害怕 一怕是别人知道 因为你要完蛋了 为什么要完蛋了 因为你恶贯满盈 罪恶滔天 恶贯满盈 罪恶滔天 哈哈哈哈 那个人这个视频 我看过这个视频 这个中国日报啊 中国日报 在推厂时 6月16日 香港的家长们 纷纷走上街头 对美国政客 干预香港修法和内政事务 表示强烈抗议 下面就跟天说 死猪不怕开水烫 然后还能更不要脸吗 6月16日 他们上街游行 并不是美国政客 干预修法 所以你看到没有 撒谎的人都 都无耻的 不要脸到这份 所以你有看到吗 因为你不知道 就像这个东西一样 你没见过 你不知道里边装的什么 我露出来了 你知道这是纸巾 如果我不露出来 你没见识 你没有这个见识 你不知道里边装的什么 知道吗 你不知道 所以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 因为你没有那么多的见识 在海外的人可不一样 我们没有墙啊 对不对 我们也不会被人撤梯子 我们可以望眼世界 知道吗 所以我们知道的太多 我相信这些做自媒体的民运人士 他们经历的很多 见识很多 他们接触都 我现在知道 他们做自媒体的人 可以看翻阅很多的资料 特别文章那样 像吴建民那样 他翻阅很多的资料 他整合 所以我现在都要花一两小时 来看这些信息 然后才这样讲 你知道吗 而这些讲的语言都是 我从各个媒体上摘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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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整理起来 我我都会放在这样的这样看 你知道吗 放在这样的看 然后给跟你讲 就说你你你听了我这个视频 后来你听其他人视频 他们都要 你可能要花几个小时去在其他地方找这样的新闻 整个 所以我现在特别喜欢看那些个人的自媒体 就是这样 因为他没有任何的利益关系 你知道吗 然后我看到台湾媒体一个 就是他们在骂的那个 叫他滚出的那个 大外宣 就说一管两制有什么不好 很成功呀 很好啊 你说香港人你们吃饱了 趁得闹什么事呀 你知道吗 就像有人说 他就是什么的 股市是谁的钱 老百姓是 傻串往那送 叫人家一下子洗 一下洗 一下洗了 是什么什么的钱 是那一小串人的钱 知道吗 就是说 就他自己给别人看 你知道吗 所以说 无知是很可怕的 你知道吗 无知是很 没有自己的思想是很可怕的 你知道吗 愚昧的人不是可恨 是可怜 你明白吗 所以别人为你争取利益的时候 你还在骂别人 就像我那天打那个比喻 人家把你老婆强奸的警察来抓那个犯人 你还把警察暴打一袋 管我们家闲事 你都这么不知好歹 谁为你做什么呀 太不值得了 你知道吗 不过你放心啊 如果中国大陆有闹的话 我不会说话的 我只看就行了 香港和台湾 我觉得还有希望 所以我愿意说 我站出来说 我为他们呐喊 为他们加油 我不知道 如果有朝一日 沦陷去的人在 有什么 像六四那样的 还有多少人愿意站出来帮你们 把全世界都得罪完了 谁愿意帮你们 所以说话的时候要动脑子 你站在真理的那边说话 任何时代你都不会被淘汰 你知道吗 站在正义和真理的这边说话 任何时代都不会被淘汰 无论是在哪个国家 英华美在哪个国家 都不会被鄙视 知道吗 因为互联网传出 其实不是一个人看 全世界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他们说话要代表 他们的立场 他们的 结草 所以你不要去误会别人身 拿钱 不要那么窝窃去想 不给我钱我也说 知道吗 因为我也是受害者 受害者到什么程度 我出国这么多年了 我还因为他们不好的东西 而受影响 我当然恨了 为什么不说 华侨的力量是很大的 因为华侨是散播在全世界各个国家的 现在我们私下华侨会说 说一句话说错了 也会亲戚朋友 也会花镜抓捕 也会那个这个 人家能不害吗 能不说吗 华侨这个特殊群体 哪个国家敢招惹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招惹华侨 你看印度那么落后 人家说 你永远都是我们的人民 回来20天之内 不用办任何的证件 回来办事 回来 人家都有享受特权的 只有轮陷去的华侨 不享受特权 回去以后 那个申请签证费用 一个就是给你涨 处处给你 那个费用 那个费用 这个费用 而且呢 给你那个文件 这个文件 那个文件提交 像我这样的人 他们可能有事 有亲人在那 还要必须回去 有老人在那 像我是没有必要回去 我根本就不回去 免费申请签证 我都不回去 你知道吗 有什么可回去的 有什么可以留恋的 有什么可看的 世界这么明 哪不好看 我非得回去看 花钱看 是不是 所以说你不知道 不要去猜想 香港人不是没有智慧的 那么多人 两百万走出来 他不是没有原因的 别人古道的 他就出来了 郭文贵明了说了 他支持 他因为他这种命运 是真正的命运 他支持 当然他也为了他自己 我自己不喜欢郭文贵 就是骂其他的民运 不过其他的民运 也的确是 他只是在说说说 他也没有向他给钱 可能他们也没有钱 去做他这么大手笔的 去做他这么大手笔的 去那个是不是 翻手无银 覆手无鱼的 那他没有那个能力 可能是 那些小喽喽 那郭文贵 他自己 他本身就是 最初爆料 就是保命 保财 保仇嘛 是不是 所以说 肯定是 他一生的钱 都被洗劫走了 他厌不下这口气嘛 那么他 他为了 才保命报仇 他也要做点什么 他做点什么 他不光做 对他自己有利的事 他得觉得 好像对全社会有利的事 别人愿意去 跟他去干 才能那个 当然这个事 对他也不是一件坏事 所以 那又又怎么样了 人不为己天主地面 他只要不是 不是恶行的 对不对 那那 总是要 那些向往自由民主 那样趁机占个便宜 有什么不好呀 你这么去想 为什么郭文贵 他就应该 无常的去 冒着生命危险 去为别人去做这个事呢 是不是 你要这么想 你知道吗 凡是要站在别人的下 换位思考 你可以放弃一切 把你的家人 都自由 一切中 不过去做吗 你能做到他那点吗 你做不到吧 你做不到 你就不要去指责别人 你知道吗 人家为自己的事 人不为己天主地面 为他自己的这个 这个有点私心去做了 那又有何方呢 是不是 可能最大的就是 你那个骂人家的 受益人 你知道吗 我们无所谓 你们在独裁 随便你独裁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我们在这幸福地生活着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你的房子 一下子被推翻了 跟我们有关系 你的孩子打毒疫苗 吃死猪肉 吃温猪肉 吃毒大米 这个这个 小孩吃 这个这个 什么什么什么 那个毒奶粉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我们又不占那些东西 我们为什么要听你说话呀 没有没有给我钱 是不是 所以不要这么去 独裁的去想别人 你不知道那是你的问题 知道吗 只能说你的见识少 或者说你被洗脑成功的洗脑了 你知道吗 所以 什么什么那个 但是我最不喜欢 像郭文贵的就是他老师去骂别人 但是站在他的立场 他跟他叫他们欠骂 也那个叫我骂立学生 是欠他们欠骂 所以呢 他不是完美的 因为他不是上帝 他不是上帝 用你们骂他的话 他不也是一个奴村人吗 对不对 他不是上帝 他不是完美的 所以我不看他那点缺点 我看他做了什么 影响了什么 至少他在美国 他在美国 他没有给中国人丢脸 真的 他没有给中国人丢脸 所以呢 要让中国人 让班努还跟他披着披着 他还挺服他的 至少觉得他很有智慧 很有智慧 有胆量 你知道吗 所以呢 我以前都是 不是老看郭文贵的爆料 因为他爆那些 有一些我都知道 我听了只能更生气 然后为什么这点 我觉得 我觉得 他这两年 别足了进来 挺好 做得挺好 所以 我也愿意 加入拉拉队 拉拉队 所以呢 那个 他背后要做出多少努力 看最近他都没休息好 脸色都不好看 所以 感恩吧 今天我看那个 该死的五毛 那个留学生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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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渣女 又开始来骂我 你知道吗 我找小仙女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对不对 好多小仙女 我还不想要呢 我还得挑呢 都不喝个 还一挑呢 管你鸟事啊 还说我什么磨皮啊 姑奶奶皮肤 就是这么好 天生理智啊 天生理智 还没化妆呢 嫉妒 羡慕嫉妒恨吧 知道吗 你看吧 我这样站你都看不到我的耳朵 我是一个贵人的相 我标准的一个贵人的相 你会不会看呀 我的皮肤多好啊 光滑细腻 知道吗 从小都是在牛奶蜂蜜里边 泡浴 泡成这样 知道吗 看了没有 皮肤多好 光滑细腻 还是橄榄色的 看到没有 它是橄榄色的 看了没有 它是橄榄色的 看姑奶奶身材多好啊 看姑奶奶身材多好啊 你嫉妒啊 你老骂我啊 你嫉妒什么呀 嗯 是不是我受到你的痛处了 我是一个高贵的夫人 知道吗 不是一般人都能够 可想娶我就娶我的 我想小鲜肉怎么办 小鲜肉还得 还得好好地选呢 不是一个小鲜肉 可以要的 知道吗 不要骂人啊 骂人 骂我这样的人 你会遭报应的 你知道吗 我可不是人 我是天使 你知道吗 你嫉妒什么呀 你有什么好嫉妒的 我的善良 我被上帝所见过 所宠爱 知道吗 所以呢 你没有必要去嫉妒我 我要说说我的年龄 你看我这个自散 我能惊死你 吓死你 能羡慕死你 嫉妒死你 知道吗 不要嫉妒 嫉妒是罪 不过我还是祝福你吧 不骂你了 祝福你吧 祝福你可怜的人 你找着了没有 过两天 过两天 我就可以 正式的和那个 40岁的白人 谈恋爱了 正式和他谈了 现在我先亮了他那儿 我给我自己在 一个月的时间 知道吗 有的是人追 只是我不想轻易地接受 有什么好忌妒的 对我来说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有什么好羡慕的 看到没有 妆都没化 不会化妆 不会化妆 看了我的皮肤多好 看到没有 紧绷紧绷的 看到没有 很有弹性 光滑细腻 就像小宝宝的屁股 我懒得去化 因为我不会 我特别喜欢这样的树头 因为我的 有一根头发弄在这 我都会痒痒的 我老抓我的脸 所以我不喜欢 我喜欢利索 我喜欢这 一根头发都没有 所以我喜欢这样的头发 今天晚上又是跳舞啦 今天晚上又是dancing time 所以呢 今天 你看我起床都九点半了 吃完早餐就十点了 一会儿休息一下 吃午餐 吃完午餐 我一起整理一些资料了 明天一天 我非常非常的忙 所以呢 明天上午 我现在喜欢上午做视频 起床洗把脸 吃点东西就做视频 你知道为什么啊 信息量太大的时候吧 我现在做视频时间长了 不是以前几分钟 然后呢 我会记不住 我会记不住 所以我现在就干脆 因为我的视力又不好 我以前用手机的 现在我用这个大的 派的 我昨天晚上刚下载了那个 我就发在这儿 我就可以放大看 这样我就不用戴眼镜 戴那个近视镜 你知道吗 我就可以看 给你看看啊 给你看 还有一句 财狼扮新娘 九七入香港 原来不是人 人民才反抗 流氓 看清楚 这是在香港 在演六四戏 必叫你灭亡 高熟在人间 人间全是人才 这网友太厉害了 这网友留言 你知道我现在 郭文贵和那个 馆长的那个视频 他下面的留言我都看完 我会花很多时间看留言 我想看看这些 人民在想什么 他在表达什么 他说的是什么 我现在还告诉你件事 美国 他们不叫我吗 我不知道他们叫什么 美国也有一部分人 美国政府 专门看中国的那些 网友的留言 我现在透露给你一个 专门看中国网友的留言 他们也会把那些 就是一直在网行 特别是在墙内 出来的骂 流氓谈活那个 他也会存 存的时候有朝一日 你去他们国家的时候 你说我是什么什么 他一查 他马上就给你通过 你一直在这 在出来骂 骂美分的时候 你删了 你以为别人不知道 然后你说 你再说要出国之前 说美国好 他打开看 哎呀孙子 不是你以前前在骂我 去你妈的 你滚蛋回去吧 你回桌去吧 你知道吗 他们也在一大部分人在看 他们也 他们也有人 学中文 也会看 我忘了跟你 我好几次都想分享 我老忘 谁会有的时候 会忘一些重要信息 他们也在看跟帖 看中国人在说什么 你知道吗 现在你们知道了吗 所以他们现在要求 五年的跟帖记录 你说了 你来申请签证不是 我是查你 吻合了 你是诚实的 OK Welcome 你没那个了 哎 那些人太诡诈 很容易删除说不承认 但是那是小伎俩 已经不好使了 知道吗 所以未来 政治善良的人 有市场 未来那种 诡诈的人 说谎的人 没有社会道德的人 没有社会大爱的人 没有底线的人 通通的都没有市场 哪都不欢迎你 知道吗 所以像我这样的人 最有市场 因为我不为我自己的利益 考虑 我站在一个正义的立场 去说话 你知道吗 有社会大爱 爱增分明 上帝还寄恶如仇呢 上帝杀人 你知不知道 上帝也寄恶如仇 因为他是公义的 所以大家都愿意信他 不需要给他请客送礼 他就可以 击杀的恶者 所以那些 迫害基督徒的人 拆上帝的教会的人 没有一个好下场 没有一个好下场 作为基督徒 在全球的基督徒 对我们来说 都是一家人 都是上帝的儿女 虽然我们都不认识 但是当他们被迫害的时候 我们祷告的力量 就会穿透那宇宙空间 击败的恶者 我今天早上看了个新闻 四川地震了 这个四川那个地方 老地震 你们看过 《黄帝内经》 为什么地震吗 就是社会上 有太多不公平的事情的时候 太多太多罪恶的东西 那瘴气就会产生地震 然后精神病患者多 抑郁症患者多 知道吗 知道吗 回去看看《黄帝内经》去吧 这不是我的 我胡说八道 我告诉你 事情发生都是有道理的 你看上天真的是很 四面楚歌 不是八面楚歌了 才六级地震就死人 我们新西兰八级地震 都不会死人 知道不知道 我们新西兰八级地震 都不会死人 知道不知道 基督城那个死人 那个是高层 太高层了 太大了 知道吗 来一个接近 接近十级地震 它那个 你知道吗 像我们这种花园别墅 八级地震根本就没事 房子会倒 它路会 雾路会 但是人不会 人不会死 人不会因为建筑物 而打倒你 压趴里边 不会 所以我们一点也不害怕地震 因为我们新西兰比上帝少保佑 所以好的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 祝你们有平安的一天 上帝祝福你们 香港加油 台湾加油 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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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